欢迎回来台视五间新闻 为了减少群聚 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尽量少去人潮多的景点 但是景点到底有多少人 民众其实也很难得知 为了可以及时的掌握景点人潮资讯 桃园市政府在辖区内八个著名的景点设置了监视器 让民众可以随时监看人潮流量 为防御新冠状病毒感染 请各位保持适当一公尺社交距离 竹文鱼港外头远景大声恭哄嗓 要民众严守防疫规则 亲民假期结束 为了避免人群聚集成为防疫破口 指挥中心特别呼吁民众少到人潮众多景点 但是人潮究竟有多少民众无法得知 我们总共有八支的这个摄影镜头 这个监控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景点 桃园市政府首开先锋 针对辖内八个知名景点 包括虎头山 大溪桥 大溪老街 石门水库 脚板山 小屋来天空步道 小屋来观景台 以及拉拉山 设置监视器 提供民众及时影像 可以透过网路随时查询 所以我们可以反过到的就是每一个景点的 每一个时段的游客的高峰期 下一个高峰期又是无一年下 商圈跟这个夜市要特别注意 这个马其顿防线要守住 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 全国都超前部署 主要都是希望说群聚效应要降低 疫情照顶 民众生活习惯有所转变 出门都得避免群聚才能守住疫情防线 记者林祝强 桃园报道